《自由亞洲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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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飛翁天娜 剛剛三分鐘之前 看到《自由亞洲粵語》 他報導 其實你聽到香港每一天都是壞消息 香港是一個失敗的城市 在全球國際排名下不停下跌 我們沒有了航運中心 我們沒有了金融城市 我們最有競爭力 自由 新聞自由 這些全部都已經不停下跌 想不到最新的 就是香港在旅遊評選再次跑輸新加坡 什麼競爭對手 真是對不起 李嘉誠先生 這裏我真是好再次這樣 所謂的AI人工智能 他都錯 美國權威旅遊雜誌 康泰納市旅遊者 公佈今年讀者評選獎 新加坡在美國境外最佳的旅遊都市 最佳的航空公司 最佳的機場 三者都是票選 穩坐No.1 即是一個 大幅拋離香港 唯一為港爭光的 是在全球最佳酒店票選項目中 全球有在港英殖民地流下來的半島酒店 打入十大 新加坡就沒有酒店 入到全球十強 這次獎項是今年踏入第三層階 有超過52萬人參與投票 美國境外最佳的旅遊都市票選上高 新加坡已經連續兩年佔據全球第一 一哥的地位 之後僅次於的就是日本東京 南韓首爾 南非開普敦 澳洲的雪梨 丹麥的哥本哈根 南非挪威的奧斯陸 加拿大的溫哥華 澳洲的墨爾本 和英國的愛丁堡 香港即是連十大都沒有份 這個雜誌形容新加坡 如果你以前來過一次 你現在可能根本已經認不出它的改變 當中特別讚揚的就是當地的新酒店 雨後春筍這樣湧現 幾乎每八分鐘就有一間深酒店 政府大搞創新 當代藝術警官不斷這樣推陳出身 至於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全球最佳機票的票選這個機場 新加坡航空 新加坡的張宜機場 都一樣排名榜首 香港國泰航空和香港國際機場排第六 由今年的六月中公佈的英國航空級機構 同一樹榮排名當中 也都再次跑輸給新加坡 而香港只有一個自豪的 就是全球最佳的酒店票選上高 香港半島酒店 是因為港英時代流下來 成為了唯一亞洲酒店 打入十大的全球酒店 為列第六位 而前面五個 均是來自美加的酒店 每一天都會見到陸續這些這樣的排名出現 你不能夠說它抹黑你 如果一個國家抹黑你就說 一個組織抹黑你 一個智庫抹黑你 現在不是 是全世界所有的評級 無論是旅遊那麼簡單 自由度那麼簡單 機場那麼簡單 貨運那麼簡單 全部我們香港已經 由過去名列前茅 頭三位甚至穩奪第一 今時今日 不是十大不入 很多已經變成了西方的 號稱的第三世界國家 甚至我們新聞自由 和北韓看齊 作為香港人 每一次我見到 這些這樣的票選 都不其然 不想看 不想看 因為我們已經深知 那究竟 為什麼香港 失落了這麼多東西 是哪一個造成 你告訴我 香港最值得自豪 和香港最重要的價值 今時今日已經 被取消 被取締 被取締 也都令到香港人 失望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分享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 加入會員和披創 大表安天下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